最後一類留言的都是最多人提及的問題 就是覺得輪椅人士好像在載車 又下大雨是想走的差不多 差那幾步都不用那十多秒 誰知道要繞一個大圈 但是那個位置剛剛就拍了一部警車 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Wing 相信大家在街上都遇過輪椅人士 可能覺得他們經常早處又插發都不理行人 所以早前我們在IG出了個story 收集大家對於輪椅人士的看法 再邀請個計劃在自行業本的朋友一起解答大家的問題 現在就請你們自我介紹一下 大家好 我是瑤瑤 我是患有肌肉萎縮症的 我是阿莎 我是一名小兒麻痺症的患者 Hello 大家好 我是子明 我是一名肌肉萎縮症的病患者 首先第一類的留言就是關於溝通或者交流方面 例如有位觀眾就說 有時候不敢跟輪椅人士對望 因為怕自己的眼神會傷害到他們 而另一位就說很怕問到你們的痛處 究竟怎樣的情況或者什麼的說話 才是最令你們不舒服的呢 我覺得眼神可以分別到那位人士 是不是有視覺 如果他們的眼神是友善的 其實我們是很樂意去跟他們溝通的 他的眼神給我感覺到 他是帶有歧視帶有一些不滿 我當然是心裡完全不好受 過了一段時間 久了就沒什麼感覺了 是最初就會的 看到你這麼年輕坐輪椅 怎麼說呢 覺得好像有點可惜 走碰是微算的 街坊看到以前我都叫做 慢慢走都走到 就是兩個感覺 其實眼光的話 有些好奇都是可以理解的 好著一個微笑就OK的 因為我的車子弄得比較別致一點 街上很多我都不認識的朋友都會走過來 哎呀你車弄得很漂亮 這裡又有些什麼 那裡又有些什麼 我很樂意去跟他們分享 因為我參加了自騎鐵會 很多都是他們教我做的 把車裝得漂亮一點 走出街的人都開心一點 知道其實你是有玩帆船 還會參加比賽 那會不會有個觀念 就是覺得 既然我都玩到這些活動 我都很想所有問題自己去解決 觀眾就說 有時候見到你們不知道幫不幫忙 我會怕覺得情況很尷尬 通常我們需要的人都會發聲 如果我需要人家幫忙 我是會發聲 勉強了 都不知道你是否想幫忙 貿貿然過來幫忙 覺得好像很奇怪 譬如坐巴士扣安全帶 在後面的那個扣 通常那些我們又發聲 司機走了去聽不到我說 我就會找旁邊的乘客 他都會OK的 不過有些就拿著手機 沒有遺疑 就是聽不到我說 尤其是你們坐了輪椅 低了一節 聲量會比較難傳進去 有些朋友都想維護自己的專業 所以某些事情都會想自己做 如果大家想幫忙的時候 就可以問一問 如果他們說不需要的話 就可以留給他們自己做 最重要的是大家溝通一下 第二類留言 就是關於社區共融方面 有人提到 輪椅出入其實也有很多障礙 或者可能需要別人幫忙開門 其實我之前都參加過一些輪椅的體驗 就發現周圍都真的有很多樓梯 尤其是那些餐廳或者七仔 突然間都會有一級 會不會覺得香港在無障礙設備方面 都不是太完善呢 其實可以分開這樣說 新的社區已經很完善的了 新市鎮啊 那些大商場呢 就容易一些 就是多數都有電梯 還有一些自動門 舊的社區 這個真的沒辦法 我們都要體諒 幾十年前 或者二十幾年前 已經起落在這裏了 都很難做得到 再加個鐵板 或者怎樣來 給我們無障礙出入 所以我們唯有自己篩選 舊式有些商場 我們進去 譬如去洗手間 要經過三道防衣門 那些防衣門不是自動 一隻小口只開到一邊 另外一邊又開不了 變了很煩 要讓別人進去 有沒有試過 走到過去才發現 又在維修 試了幾次的了 那些又要周圍找地方 這個無障礙方面有很多問題 也就是很多盲點 那會不會因為這個情況 其實都會很減少你們出街的意外 可能會減少了 還有某些地區會少了一些 九龍灣是不知一遍 經常有很多工廠區 它是只有一條路 好像要搭壞手機 其實有一部分的商店 都會預備了一塊鐵板 當然還要視乎餐廳 容不容納到我們這些鄰椅 給健全人士佔的空間 起碼多兩三倍 而且很多時候 就是看到他們的座位 都是修理了 它是有卡位 當然 但它一定會有中間一些圓桌 通常自應都很好的 都會招呼我們 坐圓桌的位置 幫我們拉開椅子 那我們就拍個鄰椅 我也知道 香港某些地區的 左肩問題是很嚴重 你有沒有試過 因為一些圍拍 或者在道路上有雜物 而去不到你的目的地 你問得真是好 我都真的很想人家正視一下這個問題 我不明白那些人士 為何會拍起 我們無障礙的斜路口位 其他位置是有一個級的 我們是走不到的 很多人把那些車 拍了在行人路上面 即卡了一半行人路 真的不夠位 是的 那人走當然夠了 我去到那個位置 我真的當時站在那裡 就唯有自己折返回頭 繞個大圈去另外一條路 整個行程就完全打亂了 那時真的很茫然 我試過最近一次 就是14座位那些學生 那些小鵬 在那個斜路位 變成你又上不到 又落大雨 又想走就走不到 差了幾步都不用 那十多秒進去 有眼尖頭 誰知又繞個大圈 那時已經濕透了 他看著我 我都很好笑 我又上不到 是啊 我沒辦法 我試過有一時 本來有個低地台 是給鄰居過的 但是那個位置 剛剛就拍了一部活景車 剛才就提到一些實質上的問題 但其實建築人士的態度 對於建立一個共融的社會 都是很重要的 觀眾覺得香港對於鄰居人士 並不是很友善 可能司機見好你們 都會特別躁 但也有人是持相反的意見 那你覺得香港人對於鄰居人士 接近的態度有多少 大部份都很好的 對我就好一點點 可能因為我小小的 還有我是女性 但是對著老人家的 男性的鄰居朋友 他們就會說 喂 行慢一點 你是不是開車 你不要到處撞 五十五十 要看一個同意心 還有上班時間那些 那些人會粗一些 好像覺得你會阻止他 或者乘巴士 上落 影響了那些人趕時間上班 所以通常我們坐鄰居 就不會在那些時間出入 但是好像你剛才提到 坐車 我也遇過這些問題 我女兒推我出去覆診 他接輪椅 放在的士後面車尾箱 司機是完全跳在手 我都遇過一些巴士司機 一放快板下來的時候 砰一聲 放在地上 嚇一跳不在話下 還有那些塵土飛揚上來 還有我試過在輪椅專屬位 人士就放了大行李 司機都很好 自然叫他拿開行李 他不拿還說我放在哪裡 不過那次乘車的乘客都有幫忙 最後一類留言 也是最多人提及的問題 就是覺得輪椅人士好像在賽車 各式各樣的比喻都有 例如烈火戰車 快過寶達 連騰源托海都出現了 有些人就說 是沒有辦法讓開的情況之下 人士都依然撞上去 其實這個情況是否很常見 或者當中有沒有什麼原因 我也知道 有部份人真的開得很快 我自己都在街上見過 一聲就在你旁邊這樣 撥過去 一個群組裡面 當然什麼人都有 都是想勸喻一下他們 不要開得那麼快 類幾類人 見證人士開車 開快車都是危險的 等於你們走路 為何走得那麼快 都會遇到人 原理一樣 你在中間S型走 你走得快就會遇到人 有些朋友 可能因為他的眼睛 其實有眼睛 其實對遠近 距離說捏得不太準 本身有些控制力很差 有些可能老婆有問題 手腳不容易 通常不是我撞在別人那裡 別人撞過來 我那裡還要罵我 其實我是很謹慎的一個人 例如在商鋪裏面 那些位置都比較小的 我遇到兩位女士 自己顧著自己在那裡聊天 那我說 麻煩姐姐 麻煩姐姐 她是不管你 不理你 我就唯有 打算動一下車 嚇一嚇她 然後她就說我撞到她了 我根本都沒走 然後她當然是 很多說話 就有一次在某一個地鐵站 我在那裡排隊 有特地的車 兩部車同時間落到 我後面的人 又撞過去了 然後我想進去的時候 我就說 麻煩 麻煩姐姐 不理我 還說我不排隊 我有排隊 不過你們走得快 比我 最終是去到 差點想打我 這樣的情況 我覺得 不要只說 偏前人士 就算倫儀人士 我們自己本身的態度 也要先好 其實做人很簡單 你想人家對你好 是不是你也要對人好 你要出發點 最後想問你 有沒有什麼想跟大眾 或者政府說 我也知道 香港還有很多 可以改進的空間 特別是無障礙 希望香港政府 可以加強這一點 讓我們可以去到 更多的地方 其實每位倫儀使用者 背後都有各自的故事 但有時候衝突 真的無可避免 所以希望見長事 和殘留人士 都可以多溝通 建立真正共融的社會 喜歡這影片 就記得like comment share 最重要是subscribe 你的channel 按下旁邊的鐘 就是第一時間知道 我下一條會邀請 什麼人士 還來Q&A 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Bye Bye 1 2 1 全然 公尼 2 3 uli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